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逛上海的二马路,九江路 它曾被称为中国最有钱的一条马路 曾经有很多金融机构开在九江路 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那么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这条马路吧 实际上,这个九江路被称为二马路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在南京路的隔壁 南京路被称为一马路 那九江路就是二马路 我现在在位置,就是在前面 就可以看到新世界城 再前面一点,这个就是人民公园 也是在上海的乡亲圣地 然后我们把镜头转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圣三一基督教堂 是九江路二百零一号 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是它是始建于1866年至1869年 因为其红砖砌柱的外墙被称为红礼外堂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 它这个上面那个钟楼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钟楼是上海的这个制高点 和曾经最醒目的地标 被称为当时上海最美的建筑之一 那我们今天就要沿着这条九江路来看一下 现在的九江路的一个现状 我们一直走到外滩去 今天是十月的中旬 天气的话已经开始有点转凉了 最高气温在二十四二十五摄氏度左右 我们看到街上很多人都穿起了外套 长衫长袖 当然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 二四八月乱穿衣 指的是这个农历 有的人仍然是这个短袖 这边是华旭国际大厦 我们现在要经过云南中路 云南中路 其实你看一下到这边 这是再往前走 一直走到那个前面 就是云南路美食一条街 之前的话也给大家看过很多的视频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逛九江路的 很多人要通过这条斑马线 走到南京路上去 来看一下这边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九江路的这个历史 它是辟住于19世纪50年代 也就是四几年五几年左右 开始 六十年代就开始 加注到湖北路 后面再延伸 一直到我们刚才经过的西藏中路 全长是大约1500米 1865年 马路被正式命名为九江路 1999年 这个路的话再向西 延长了325米 至南京西路 好了 我们现在要经过九江路和 广西北路的一个交叉口 这边的人流还是有一点的 街头的年轻人拿着书 中国青年 前面这个路口 岳云楼 红长新 我们再向前走 这个我们马上就要来到了这个人民大舞台 这边是人民大舞台 看看现在上映一点什么节目呢 命运之上 阿尔托梵高 墨尔托梅图 音乐剧 这个是人民大舞台 好 这边 也是别具特色的一个建筑 现在的小吃是 粤港潮楼 这边是通向南京路的小吃一条街 你可能想象不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 九江路还是风靡一时的服装街 但是二三十年过去了 现在这种服装街的景象 已经全然没有 再把时间推广到 建这条马路之前 就是那个时段 这个被称为二马路的这个地方 刚开始最初叫打神路 迁道路 根据上海史记载 九江路路边有何存在 当时这边是有何存在的 如果行船逆流的话 是需要拉嵌的 可以想而知 当时这个河水并不是很多 就是可能是很浅的一条小河邦 然后后面经过修筑 现在九江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是怎么说呢 沧海桑田 短短百年的功夫就已经变换了 另外一幅景象了 也是十分不易的 现在我们是到了浙江中路 和九江路交汇口位置 那这个也是地标之一吧 也算是这边的地标之一 两个过街的楼 也是算上海最早的这个 过街的这个天桥之一吧 应该是 好 我们从这边走 我们来到了 这边的知龙酒店 知龙酒店 前面啊 我们来到了可能很多老上海人知道的一家酒店 王宝和大酒店 那王宝和这个大酒店 什么最出名呢 每年到了农历的九十月 十一月 这个季节的话 大家知道是吃大闸蟹的时候 然后王宝和他家推出的这个大闸蟹自助 还是挺不错的 我去吃过几次 有空的话 我带大家去尝一尝啊 今年的大闸蟹怎么样 因为今年是 已经差不多到了母蟹最肥美的时候了 好 这边是南京路来的一个车流 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走 看一下 对面就是惠金大厦 王宝和大酒店 好像王宝和大酒店 他家的这个大闸蟹 好像是在上海大酒店那边啊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 面积小了一点点 可能就移到旁边的上海大酒店去了 这个就是 不迎接广场的背面 好嘛 我们走着走着来到了 九江路和福建中路的交叉口位置 对面啊 还有一个 仿骨的那种青铜钟 我们继续向前 这个就是上海大酒店了啊 王宝和他家的这个大闸蟹 应该就是在这边吃 好像是每天晚上五点半号到九点钟 还是什么时候 记不太清楚 啊 很多上海的老涛啊 每年这个时候好像应该 呃 不少馋这个大闸蟹都会到大家 来吃一顿 嗯 好 我们再向前逛一逛 当时这个九江路被称为这个中国的华尔街 也算是最有钱的 也算是最有钱的一条马路吧 曾经就有很多家的这个金融机构开在九江路啊 比如说有利银行 还有最早的这个美国的花旗 大通 还有日本的三井三菱 还有日本的三井三菱 还有荷兰的安达 德国的德华 还有中国的华侨和巨星城啊 呃 呃 关闭了哈 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就是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 等于来看南京路上的这个质地广场啊 现在正在 不知道见什么东西啊 走 我们继续向前啊 过一会儿就应该可以到达外滩附近了啊 外滩那边才是真正的比较繁华的地方 这边是金融广场 我们穿过山西南路和九江路的交叉口 这边就是南京路啊 走 向前 好了 前面的话 我们要经过山东中路和九江南路的交叉口啊 这边是有一个 呃 应该是火锅店吧 设计的还是蛮有特色的 都是红色的啊 头牌是烧菜 都是火锅 现在 马上 冬天到了啊 大家吃火锅的热情又上来了 走 我们从这边走 好像这边生意都还不错啊 可以看一下 那边人还是很多的 这边到处都是火锅 正宗的云南火锅啊 酸菜牛肉火锅 那前面就要经过河南中路了 河南中路过去以后啊 才是真正的就是说 曾经的为什么会被称之为华尔街的一个油来啊 好了我们到了河南中路和这个九江路交叉口位置 这里还是车水马龙啊 车案蛮多的 前面就是华为旗舰店还有大碗百货 好嘞 我们向前走 不知道有没有人缠上海的本邦面啊 可以看一下这边这栋建筑里面就有上海的本邦面 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这个建筑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没有 就比较清爽嘛 刚才那边的话是因为有梧桐还是比较多的 有点遮挡视线 你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建筑 都是很有特色的 一家菜馆啊 这边都是优秀历史的保护建筑 华筑会 腾龙行啊 谢王府 看一下汉口小区啊 里面 这两边的这种建筑 都是百年的历史以上 九江路190号 这边有一个小绿地可以供大家休息的 1886年啊 德国汽车餐厅 哎 这边可以看一下 上海黄浦区 婚姻收养啊 登记中心 登记结婚的 就是在这边啊 走 我们再继续上拳啊 去逛一下 马上就要到外滩那边了 看一下 这个就是中央商场啊 在去年还是前年 设计的这种穹顶 晚上的夜色非常好看啊 亮灯的时候 走 我们到了这个四川中路和九江路的一个交汇处 这边有个安利大楼啊 它是九江路80号 呃 别看现在好像是稍微有点不起眼啊 但是它却是上海最早的现胶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大楼之一啊 在结构学领域的话 应该是呃 有着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地位吧 大楼是简化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啊 而在呃 安利大楼的这个隔壁呢 就是江川大楼 它是原德华银行总行所在地啊 在1916年竣工 它的建筑立面呃 是花岗岩的一个市面啊 入口处是巴洛克山花啊 采用贯通三层的这个科林斯柱市 可以看一下这个科林斯柱啊 贯通了这个三层 1920年啊 德华银行重新来华发展 选址在就是现在这个江川大楼 1945年以后呢 这个德华银行由中国国家银行接管 好了 我们向前 这一块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才是九江路最精华的所在啊 前面还有一个花旗银行啊 这个是江川大楼 看一下这个 柱子啊 贯通了三层 下面的这个立柱也是蛮有特点 前面就是外滩了啊 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东方明珠了 这边是中国建设银行啊 这边就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啊 这个是好像就是原来的花旗银行的一个 呃 旧址了 大家其实可以看 听到啊 现在是江海关大楼的一个终身 看一下 现在这边是招商银行 好了 前面我们就来到了外滩 今天啊 就拍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看什么地方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